這次要講的個案 同樣都是屬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所發生的UFO個案 簡直就在1950年發生 而遭遇這段奇遇的主角 就叫做薩姆爾伊頓湯普森 這件事值得換味的地方有兩點 第一,事情浮面的日子就在漁人節當日 所以你說,他怎會不讓人質疑呢? 第二,當你以為這宗個案只是一個玩笑的時候 有一位資深專門研究不明飛行物體 以及超自然現象的作家傑羅米克拉克 他又肯定湯普森的經歷 是早期UFO個案最為奇特的一個 當然,除了克拉克之外 還有一位飛碟界的大人物牽涉在這宗個案裏 揭尾的部分,文英將會為你揭曉 歡迎大家來到小英奇談,我是賢文英 今天不說那麼多,馬上入獄 湯普森的說法,1950年3月28日晚上 他在探望親戚之後 就由馬卡姆的親戚家出發 開始去到桑特勒尼亞,回到自己的家 而他去到華盛頓州 讓我開到莫頓 和米尼拉兩個小鎮之間的時候 他就突然覺得很累,很累 很想休息一休息 接著,他就把車停在一個樹林附近 自己出去逛逛,輕鬆一下 不過接下來,眼前的景象 卻是令到他驚恐莫名 一時之間不懂得反應 湯普森說,當時自己走到樹林裡的一片空地 而就在這裡 他居然見到有一格龐然大物停泊在這裡 外形就好像兩隻碟 面對面接合一起 就是這樣 不止 更加令到人拍案叫絕 是他還見到 有兩個和人類的外形很相似 但是膚色 就欺負到像泥秋那樣的小朋友 在太空船附近玩 嘩…等等… 你現在把地球當成什麼? 主題樂園? 自然博物館? 你有沒有尊重過我們? 沒多久 太空船的入口 伸了一條通道出來 與此同時 湯普森也嘗試去接近這艘太空船 不過 當他走到接近這艘太空船 約和15米的範圍之內 他開始覺得非常之炎熱 突然他留意到太空船的入口處 有幾個人形的生物走出來 外觀上看來 這幾個像是成年人 據湯普森形容 他們的外觀非常之有美感 但身上就沒有穿到衣服 OK 湯普森這時候寫出平身的絕技 做什麼? 原來他寫出渾身解數 去證明自己對這批外星人是毫無惡意的 當然這批外星人也對他是善意的 接下來厲害了 他們邀請了湯普森上的太空船 不知道你會否好奇 為什麼湯普森會聽得明白外星人說話呢? 原來根據湯普森事後的口述 這批外星人是懂得說英文的 雖然他們的口音有點奇怪 不過大致上 對話也是沒有問題的 除此之外 湯普森提到 飛船上高原來有45個外星人 20位是成年人 另外那25位就是小朋友 他們全部都是來自金星 而這輛太空船 除了是他們的交通工具之外 也是他們的家 咦?那這些算不算是外星遊牧民族呢? 他們就是靠著這艘船 遊走於各個行星之間 嘩!聽起來又真是幾副浪漫色彩 接著湯普森還留意到一些他們的細節 譬如當他們駕駛飛船的時候 似乎都非常熟手 熟到就好像本能反應一樣 想都不用想 就是這樣 湯普森就在太空船上 度過了愉快的兩天 我認為湯普森之所以愉快 是因為他除了可以這麼近距離 只不過到這些高端的科技之外 也因為他可以從這批金星人口中 得到更多新的資訊 例如他們聲稱 原來金星人的族群 全都是素食者 而且認爲第一次來到地球 之前他們都有同伴來過 亦試過有些飛船被地球的軍隊擊落 不止天窝 還有一些更令人內人尋味 譬如他們認為地球人的占星術 之所以不得準確 是因為每個人的守護星 根本就不統一 於是 亦都會因此而產生推算上面的矛盾 除此之外 他們亦認為 人類去到公元一萬年左右 地球的文明就會發展完全 與此同時 耶穌亦都會在這個時候重返人間 嘩!不用去到這麼近 你問是不是?連神都被你們拉到水 而他們的責任 就是希望幫助人類 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 兩天之後 他帶回湯普森回家 那你又想不到 湯普森回家之後 第一件事要做些什麼呢? 記住 他是一個未有智能手機的年代 所以呢 沒錯 他立即回家這部相機出來 想說拍得這麼歷史性的時刻 算了 飛碟 還不馬上跟金星人Selfie 所以說 有圖有真相 這句話 去到哪個年代都適用的 咦? 那些金星人都很好啊 真的等到他拍照之後 才拿走太空船 不過 當湯普森拿些菲林去沖曬的時候 他曬完照片出來 竟然發覺那些照片 全部都是白蒙蒙一片 什麼都看不到 咦?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他這樣而生氣了? 因為 其實在那些外星人離開的時候 他們曾經告誡過湯普森 千萬不要把他們的事情公開 但是湯普森 完全沒有把自己 和他們的承諾當成一回事 很快就和當地的一間報館 講完自己的經歷出來 當然 如果真的有這批金星人存在 他們的反應會是怎樣呢? 我們當然無從稽考 不過 既然他們之後 也沒有和湯普森聯絡 那是否反映 他們對湯普森這個爆料的舉措 有些不滿呢? 不知道 那你說 這件事是不是就這樣完了呢? 又不是 原來他還有一個後獎 因為話說 當湯普森的事件上了當地報紙頭條之後 肯尼斯亞諾德就來過採訪他 來節目開始的時候 不是說過這件事牽涉到一個大人物嗎? 就是在說肯尼斯亞諾德 因為如果你在網上查一查這個人的資料 就會發現原來他在飛碟界相當有來頭 他不單止是一個曾經在1947年 目擊過UFO的飛機師這麼簡單 因為今天 不明飛行物體 之所以會被後世叫做飛碟 原來也是因他而起 據說 他在當年駕駛飛機的時候 遇到一堆UFO 之後他跟機場的負責人說起這件事 他怎樣形容呢? 他說他見到一堆懂得飛、懂得跳舞的碟 飛碟的名稱就由此而起了 好了 那亞諾德 在跟湯普森聊天之後 有什麼結論呢? 就是他認為湯普森的經歷 絕對不會是偽造 嗯... 是的 這個個案是有趣味性 也有這麼有份量的人物幫他核實 但我又不覺得 他完全沒有一些令到人存疑的地方 譬如這個金星人 他也提過 之前他們有同門的太空船來到地球的時候 被地球軍隊擊落過 喂...太空科技 有沒有這麼差勁 我聽過有些個案說得很厲害 當然 人類的文明有些先進一點 有些落後一點 說不定外星文明都同樣在這個情況出現呢? 好 就讓你講得通 但是當他們送湯普森回家之後 湯普森的車子呢? 他不是停下車在某個陣子路邊嗎? 是不是又是太空船 幫他把車子送回家呢? 所以這個個案是真的不是呢? 或者...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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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